大家好我是马苗哥 女朋友买了新车到自己都会去加装一些东西 所以哪些是非常必要加装的 还有一些是苗哥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加装的 也跟大家一并讲了 第一个非常建议大家加装了 假如说你是买了第一配的车型 没有后车倒车只有雷达的话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加一个后车倒车 看得见比听得见确实更靠谱一些 假如说你买的车子是比较大的SUV的话 那么如果说你的车机不太好 你想考虑去加360全景 我也是比较推荐的 因为有360全景的话 确实尤其在你新手机的时候 可以减少很多碰撞和刮叉 这样的话只要少一次碰撞 少补及这期 整个三年月全景 你的成本就回来了 第二个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装的 就是行车记录仪 行车记录仪的话 如果你不放心 你可以选择前后两个实验头的 但是你也考虑到后面 你的嘴巴不能装得下 反正至少要保证前面装一个行车记录仪 这样的话可以很好减少 在马路上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扯皮的纠纷 因为苗哥经常在马路上面 看到一些小的交通事故 基本上大家就把车子停在那里扯皮 有了行车记录仪之后 基本上只要把行车记录仪 你们的这个东西保存了扯皮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第三个假如说你买的是那种低费车型 原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收音机 没有中央大屏的话 其实苗哥是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个中央大屏的 现在这个中央大屏价格也不贵 而且目前国内这种安卓的 基本上可以给你送两年4G这个流量 然后你听歌导航这几个很实用的功能 基本上就可以在这个中央大屏上可以搞定了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第四个呢 如果你用车的地方在海边 或者在冬天今天下雪的地方 需要这个地上撒这个浓雪 就是这些地方 如果你买了车子底盘这个装甲做的不太好 或者说底盘本身防腐蚀做的不好的话 非常建议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 做一遍这个底盘装甲 这样的话呢 对于这个后续的用车体验 尤其是防锈防腐蚀上面是有不少的帮助 第五个呢 虽然说脚垫呢会增加这个车内的污染 但是呢 没有脚垫的话 由于下面这个直笼的笼布 你长时间用的话 其实后面洗起来这个很难洗干净 而且显得这个很脏 所以呢 估计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会这个选择脚垫 但是脚垫的选择上 大家一定不要去买那种很连接的脚垫 要么呢 就事业实验 如果送你的脚垫 就是简单的那个发泡脚垫 污染不大的话你可以用 要么呢 你自己去买那种好点的品牌的这个脚垫 就是整个气味比较少的 尤其是中间层面的材质 是那种这个污染成分比较少的材质 这样的话呢 有助于你自己的这个健康 第六一个很重要的 我推荐的就是这个贴膜 只不过说贴膜呢 喵哥一直强调大家 不要去谈便宜 用12时间送的那个这个廉价膜 自己去网上买大品牌的这个品牌膜 其实也不贵 然后去现役时空 要用就好一点的 尤其是你当地用车 如果夏天太阳很大 那么前浪贴膜呢 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不然的话 你开车坐在里面 真的晒的这个手臂很痛 如果你不贴膜的话 你开个夏天 你就知道这个感觉了 估计到时候不用我说 你自己都这个急着去贴膜了 第七一个呢 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很多新车 都带来这个胎压监测了 但是呢 绝大多数啊 入门级的车的带来都是那种 这个被动式的胎压监测 也就是说这个轮胎 气压很低的时候 才会显示一个这个小图标 你是看不到数据的 所以呢 如果这个大家经常跑高速 跑的比较多的话呢 建议大家自己可以去加装一个 这个主动式的 就是能够显示数据 在四个轮胎里面 都放了这个传感器的 这种胎压监测 对我们的新车安全 是确确实是有帮助的 最后一点呢 我非常不推荐大家用的啊 就是假如说 你买的是这个低配版的车子 用的是这种龙木座椅 大家千万不要去包一层 那种假的这个真皮 就是那种皮革 因为那层皮革 一个是气味很大 即使你买的这个材料好一点 我给你讲 晒一晒气味也很大 二一个呢 它包起来就很不利于 面对这个污染物的这个释放 而且这个夏天用车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真的不透气 很难受 你是这个真的是这个 花了成本买最受 好了 以上这些呢 都是这个大家买完新车做好 喵哥从很实际的角度 推荐大家 和不推荐大家 这个家装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觉得喵哥 讲的还是在对你有帮助 给喵哥点个赞 给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